來自日本京都的咖啡品牌 台灣首間店是在今天正式開幕了 那麼地點是位在台北市上山三九下 店家早上八點半才開門營業 已經出現了爆滿人潮 先墨先充香氣鋪別人來 咖啡迷期待的日本咖啡品牌來了 台灣首間店插旗台北市信義區 十一號正式開幕 一早八點半開門 這排隊人潮沿著馬路綿延將近一百公尺 我之前有在香港還有京都喝過 我不是專業但是我就覺得很順口 然後喝了不會心急 我滿喜歡喝咖啡的 所以就是有注意這個訊息 對 知道他們 大概還不到七點就來了 我們六點四十分就到了 吸引咖啡控都想來朝鮮 開店不到一個小時就得補貨 讓台北人氣的打卡咖啡再加一 不過店面選在象山山腳下 只有食品大的空間 主打外帶 經典的美食拿鐵不能少 無咖啡也有抹茶和汽水 價格從一百到兩百元 和日本當地售價相比 換算下來貴了四十到五十元 還OK 因為平常就是有在喝 就是咖啡 大概價錢也是落在一百五至兩百之間 看準台灣咖啡市場龐大 一年喝掉二十八點五億杯咖啡 年產值大約八百億元 不止京都超航咖啡 在全球超過百家分店 目標在台灣一年一間開拓 同樣新開幕的葵氏咖啡 號稱是台北最大型精品咖啡 進軍信義區 占地擺平 還有Astan咖啡外帶店選在民生社區 不只能喝咖啡 也能吃得到台南知名美食 黑金商機持續延收 就連日本品牌也進軍台灣市場 要如何抓住消費者味蕾 這市場競爭勢必更加激烈 記者凱黃玉婷采訪報導 台北最大公司 稍啡 環境 當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